最近网络上有位健身教练火了,他的名字叫黄逸祥,今年38岁,从健身至今已超过20年,之前曾经也是一名寿司,靠着自己的努力退变成肌肉男,为了增肌,他付出了许多,很多人买鸡蛋都是论基买的,他却是批发的,批发一箱鸡蛋大概150块钱,很多事后一天摄入鸡蛋高达40个出蛋黄。 除了保持肌肉维度外,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的维度,以及负重能有更进一步的增长,如今他的身蹲重量可以高达300斤,真的非常强壮,健身之后,他在健身房也认识了自己的妻子,收获了和以前不一样的人生。 于视频,网友一表示,别说40个了,我就是吃10个鸡蛋就要恶心的土了,真的很难受的感觉。 网友二表示,这40个鸡蛋,摄入太多的蛋白,会不会给生太多的压力了? 当然他的鸡蛋摄入量在健美运动员中,只能算是小物件大物,很多健美运动员一天的摄入量,就能达到70个鸡蛋。 比如这位叫张诺的健美新星,他的每天鸡蛋的摄入量,约有70个左右,大量蛋白质的摄入保障了他的肌肉生长。 这位叫Terence的马来西亚健美运动员,每餐吃鸡蛋就高达20到24个,虽然很多人都表示不解,但又他的身体状态,但他却表示这样的生活,已经坚持了快8年了,身体并没有什么异样。 曾有很多专家表示,成年人吃鸡蛋不应该超过多少个,这样的上线完全被健美运动员打破了,鸡蛋是性价比最高的蛋白来源之一。 施宝辛格当年没有足够金钱购买蛋白质时,往往都会将鸡蛋整个吃下,并不会丢掉鸡蛋黄。 相对来说,人体对鸡蛋的吸收率,相比很多肉类都很高,在健美界甚至有人会大量生吃鸡蛋。 这都是很常见的,吃过量蛋白质,若不被人体所利用的确会增加肾的负担。 但增加负担不代表伤肾,目前没有几乎没有出现过摄入过量鸡蛋伤肾的案例。 除非本身先天性的肾脏出现问题,当然对于很多新手来说,不必照搬招学,你的胃容量和吸收都达不到标准,循序渐进。 不必给自己强塞鸡蛋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